那这视频到底怎么来练呢 这视频和别的视频不太一样 它首先呢 它这个原本文本呢 就是WFD的这个233句 这个高频的词 单词这个句型 对吧 然后你可以去背 但是我发现很多学生呢 他也懒得背 那我呢 就每个句话 做成了四遍的形式 大家好 我是你的澳洲小王子 带你一起背 WFD的视频 终于已经帮你们全部做完了 其实这个视频呢 其实一两个月前 就已经做了第一个版本 但是有48分钟 实在是太长了 做了我整整8个小时 结果播放量还不咋地 然后但是呢 我很多学生呢 就是觉得就特别特别有用 然后不断的给我去投币 你知道吗 然后呢 这个就妈妈妈就上去了 然后呢 我后来花了几时间 把这个已经全部做完了 但是呢 现在每一次一个呢 大概有一共有7到8级吧 但每次大概是20分钟 10到20分钟左右 这样你可以这样的听 那这视频到底怎么来练呢 这视频和别的视频不太一样 它首先呢 它这个原本文本呢 就是WFD的这个233句 这个高频的词 单词这个句型 对吧 然后你可以去背 但是我发现很多学生呢 他也懒得背 那那我呢 就每个句话 做成了四遍的形式 而且当中都是有间隔的 就是你一边能练 一边能背 而且呢 一边也能跟读 而且你也可以当什么 精听 精听着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练习的一个资料 同时你当考试的你写也可以的 那么呢 我这个怎么来用呢 一共有四个 我给大家讲一遍 第一就是你可以先盲听两遍 如果你刚接触PD的时候 先盲听两遍 你看你能不能听懂 对吧 如果写不对的话 再听两遍 你也不需要按再停键的 因为一共有四遍 第二的话呢 听懂后呢 进行更读和听写 更读能帮助你练习 同样的repeat sentence 听写就是WFT的练习 那效果更佳 第四呢 第三的话 就是如果这个句子呢 听不懂 就是一看都听不懂 你可以反复听 直到闭上眼睛 都能听懂为止 为什么呢 因为WFT是最重要的 而且单词上 真的没有你想象中这么难 最后一个呢 就是你每天最好抽一个时间段 因为我每个视频 把你录成 大概就10分钟到20分钟 这种样子 所以你只要抽出这个时间段 你可以跟大家一起操练的 这很最重要的 就是你只要放 你只要放 开始放音频 你就跟他一起练 你也不需要 按什么停顿的 对吗 这样的话 你就练习你的focus的能力 你的注意力的能力 那么这种样的视频呢 我觉得可以帮大家一起练 所以这个视频叫做 带你一起练嘛 对吧 跟你一起练 这样呢 我可能会比较好 好吧 如果喜欢的话 老规矩在下面留言 我把这个东西发给你们 你就知道在哪里拿到了 希望说明镜点 别人关注 下次再聊 拜拜 by bwd6 by bwd6